第二十二题,将甲乙丙三个灯泡连接成下列四个电路,若乙灯泡烧坏之后,哪一个电路只剩下甲灯泡会发光? 我们说过了,要会发光,必须是通路,如果是断路或者是短路,它就不会发光。 那我们的选项B,当我们的乙坏掉之后,我们的电流流过来,甲这边是断路,所以甲也不会发光,所以选项B是错的。 那么选项C,我们的乙坏掉之后,我们电流流过来,经过了甲,然后会走过柄,再回到了我们的电池,所以甲柄都会发光,不是题目上说的,只剩下甲会发光,所以选项C也是错的。 那么选项猪也是一样,当我们的乙坏掉之后,电流流过来,经过甲,再通过柄,再回到电池,那么甲柄都会发光,也不是只剩下甲会发光。 选项猪也是错的。 而我们的选项A,当我们的乙坏掉之后,电流流过来,缤分两路,那么这一路是一个断路,所以柄也不会发光。 所以乙柄都不发光,只有甲会流过来,回到电池,甲有通路甲会发光,所以它就只剩下甲会发光而已。 选项A是对的,所以第二十二题问我们说,若以灯泡烧坏之后,哪一个电路只剩下甲灯泡会发光? 我们答案选的是A。